今天我们打卡澳洲的迪卡农 看看它的价格款式 还有尺码跟国内一样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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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副乒乓球拍子和一只网子的套装 现在促销呢是十九刀 这个是爆款的钓鱼帽 白色的篮球砍袖 轻便羽绒服 爆款的潮汐鞋这是 这应该是迪卡农配置最高的篮球鞋了吧 中底还有抗扭片呢 这个像以前耐克尔的一双精英袜 不知道脚感怎么样 先来晒晒晒今天的收获吧 是一条跑步穿的九分裤 它的特点呢就是轻透气还有舒服 然后打篮球的时候呢也能穿 我会把它的货号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然后我们说三件事啊 首先呢今天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运动体验 除了我自己跳的那段尬舞 其实迪卡农的这个精英理念之一呢 就是让顾客进到他店里来体验各种的这个运动 通过运动呢 然后激起顾客的这种购买欲望 我呢今天是乒乓球没打成 然后羽毛球也没打成 射箭也没射成 然后他门口的那个篮球场他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种骚骚作是因何而来啊 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吧 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店里的样式少 然后呢尺码呢也不全 国内卖的比较好的一些爆款的衣服啊 比如说防晒服 马甲 还有冲锋衣 还有羽绒服 我呢在他这个店里都没有看到 然后就更别说 刚刚跟NBA联名推出的那些运动版内衣了 我建议大家啊 如果熟悉自己尺码的话呢 还是在迪卡农的澳洲官网上买比较好 因为他官网上的某些货的尺码呀 还是挺全的 第三件事 发福利 今天的福利呢 就是迪卡农官网有一个20刀的折扣码 我呢手把手教大家 把这个折扣码给他领到 首先呢我们打开迪卡农的澳洲官网 然后选这里注册新用户 到了这一步呢把你的信息填完整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折扣码发在你的邮箱里 就是出现的这个画面 总结一下啊 今天一共发了两个福利 一个就是尬五 第二个呢就是20刀的折扣码 请大家看在我发两个福利的份上 记得点赞订阅还有评论 好了这里是新宅男 我是鲍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